细胞核的功能 细胞核的功能主要是生长发育和控制细胞的遗传 德国藻类学汉姆林的散藻嫁接试验验证了细胞核是遗传物质携带者 细胞核是细胞的控制中心 一般说真核细胞失去细胞核后会很快死亡 但红细胞失去核后还能生活120天 植物筛管细胞失去核后能活好几年 从细胞核的结构可以看出 细胞核中最重要的结构是染色质 染色质的组成成分是蛋白质分子和DNA分子 而DNA分子又是主要遗传物质 当遗传物质向后代传递时 必须在核中进行复制 所以细胞核是遗传物质储存和复制的场所 遗传物质能经复制后传给子奈 同时遗传物质还必须将其控制的 生物性状特征表现出来 这些遗传物质绝大部分都存在于细胞核中 细胞核在控制细胞的遗传性和细胞代谢活动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